因为上星期公布了 小米的市场占有率首次超越苹果 就晋身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的第二位 看到小米的股价就弹升了 而且看到在香港的科技股当中 其实腾讯就继续有资金流出 美团的出出入入 但小米就继续有北水症流入 那你又怎样看小米的投资前景呢? 我想有两部分 如果先说在基本上前范围先说 就算是在投资界来说看分科 因为如果你说我们平时通常都排在一起 就说ATM、X 但ATM和X本身是不同的 有本质上的几大分别 ATM三间除了是互联网为主 或者我们叫做轻资产的互联网平台之外 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就是它是跨行业的 这三间基本上是几跨行业的巨企 它会有的特质就是在现在的环境 就很容易被人打反落断 事实上是其实三间都各自 有一些 就是中国官方监管都有一些东西出来了 那相对上小米是比较少一点的 因为它比较集中都是做回 除了它自己家电、IoT之外 就没有太多质行业的性质 而且它也是硬件为主 以往大家就觉得因为它也是偏硬件 就是它那个叫做物联网家居的软件故事 也是故事而已 就不是说真的很能够出盈利的 所以变成了给它也是一个硬件的估值 但是近期的确有点迹象是好一点的 而且再加上刚才说的监管下似乎没有事 所以大家都有个倾向就觉得是当避风 如果你真的要买China Tech 又不想那么多监管的忧虑 可能会倾向小米多一点 再加上就是刚才也说了 市占的确是超过的平和 那一刻大家会觉得有期望 但是我自己会这样看的 如果真的是基本面的角度 市占率超过苹果是否代表盈利的前景好一点 那我就会有点保留的 因为一向都是它的供应价格 都是做得比较 就是它们比较进取 一直都不会很尝试去做一些矿泊价格 而是抢市占率为主的动作 所以变成了即使市占率很好 但是短期内都未必很容易 令到盈利会有大幅增长 那现水平 我自己个人我觉得 都还可以 譬如如果27.5元 那买一点都可以的 但是就属于那种 就是叫做升上去再高一点 我都会想办法逐步 可能要减持 就是说可能30元前都要减持 这种中短线炒法 是的 这个朋友都会问你 就是说它是否第一 形势是否转强 第二阻力位在哪 那你回答它 30元 30元左右 30元左右 是的 好 3 3 6 9 7 7 9